刚刚您也提到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增速预期还是在6到6.5之间 看到过去的这个三个季度的数据大概是在6.3左右 你觉得今年就是完成6到6.5的这个目标应该来讲还是希望比较大的 因为这是用生产最后一个季度 觉得在明年这个会继续下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幅度 因为现在的话有几个战策的定位是这样子的 第一就是从那个调结构的角度 就是从过多的依赖这个投资 尤其是建设投资基建投资到更多的依赖消费 这个是调整的方向 第二个就是从过多的依赖这个老经济变得更多的依赖新经济 第三在金融上面 从那个更多的强调企业金融建设金融到更多的比以前更多的强调这个消费金融 所以这些结构的调整都对经济的下行的压力也会做一些贡献 就是说让这些下行的压力可能会要提升一些 所以我希望中央能够继续沿着这几个方向去调结构 因为这些调结构是必须要做的 如果这些结构性扭曲不得到纠正的话 那以后经济挑战的概率会越来越大 到最后可能难以收场 但是这种结构性调整 可能会让经济增长速度在2020年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因为要调结构 我们就必须的接收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所以我觉得到明年的话会稍微调到6%一下 这个应该是蛮正常的